我一直以為 Apple Watch 會像 iPhone 一樣 在上市的第十年來個外觀大改版 並且叫做 Apple Watch 10 結果兩件事幾乎都沒發生 不過我還是從 Ultra 換回了經典款的 Apple Watch 明明 Ultra 續航強很多 也有一些獨佔的功能 到底為什麼會換回來 這是我用了兩週 Apple Watch Series 10 的心得 我三生 Apple Watch Series 10 這種自己原本就很想買的東西 有拿到贊助真的是超級舒服 感謝有閒購物的贊助 也宣傳一下在這邊購買 真的是有很多優惠券可以領取 滿5000折250 10000折500 滿25000折1200 10月還有超級雙十活動 一人有7張超商免運優惠 10號 20號 30號 滿1萬就折1500 或是55 25號 更是滿1500就折300元 加上超商又免運 超級適合拿來買周邊 當然因為有閒購物的商品很多 無論是遊戲玩具或是其他3C 也都可以領優惠去逛逛 支持有閒購物就是支持這個頻道啦 你看他們從樂高一路贊助到Apple Watch 接下來也會拍新的iPhone 看完影片記得一定要去逛逛 先簡單快速帶下開箱 外包裝和以前差不多 同樣是採用了這應該算是浮雕的設計 拉開背面兩個耳朵就可以打開 Apple Watch本體和錶帶是分開包裝的 順便提一下 我很喜歡包裝內部的設計 再來就是撕開撕開 就可以看到Design by Apple in California 接著保護Apple Watch的這個紙質包裝 不知道是不是預期使用者直接撕爛 總之我費了一點力氣 才成功把手錶本體推出來 因為我已經帶了兩年霧面的Ultra 第一眼看到這個拋光的鈦金屬表面 覺得真的是太漂亮了 細節待會會再提到 再來包裝下層還有全新的快充線 外觀乍看沒什麼改變 後面也會進行詳細的充電測試 再來拿出iPhone進行配對 等待同時也就可以拿出錶帶 雖然歷代Apple Watch的表面尺寸一直在變大 不過其實錶帶至今都還是同用的 譬如這是我10年前搭配 第一代Apple Watch的常用錶帶 後面也會再搭配更多款給你看 總之卡上錶帶之後就收工啦 這次的Apple Watch我選的是46mm 原色鈦金屬錶殼 和灰石色的經典款運動錶帶 先從外觀開始說起 螢幕上最大的改變是尺寸超越了Ultra 成為現在史上最大的Apple Watch螢幕 可能你會想說Ultra不是49mm嗎 怎麼會46反而比較大呢? 原因是那個數字指的其實是錶殼 而不是螢幕的尺寸 螢幕本體則更換成了廣視角OLED 蘋果說可以讓你在不刻意抬起手腕的情況下 依然能看到更清晰 顏色更準確的螢幕 不過這點我實際用起來感覺差異沒有想像中這麼明顯 或許是因為原本的OLED也就算是很不錯了 除了螢幕以外 整支錶的設計現在也是歷年來最薄 圓角的角度也更圓潤一點 重量更是比不鏽鋼的上一代輕了20%左右 這基點加起來我是非常有感的 其實我是不喜歡睡覺代表的人 但還是會想要一個禮拜帶個一兩天 觀察一下自己的睡眠狀況 畢竟光用Sleep Cycle 是沒辦法撈到心跳資料的 一定要帶Apple Watch才行 不過兩年前換了Oltra之後 我試過一兩次就放棄了 Oltra實在太重 邊緣也相對銳利很多 存在感真的太強了 根本就是成為了睡眠品質下降的元凶 所以重量變輕角度變得更圓潤 又整體變薄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很有感的 外觀上還有這排小洞 是多了揚聲器 可以直接把音樂或是Podcast播放出來 我找了一天半夜路上沒什麼人的時候 想說試試看能不能不戴耳機 一邊聽Podcast一邊跑步 結果是 差不多只要手有擺動有腳步聲 或是有車經過就完全聽不到了 所以除非你在很安靜的室內播放 否則這個揚聲器就當作是通知音效更大聲 或是拿來講電話的時候能聽得更清楚就好 喔對了 蘋果還有說新的S10晶片 能夠對通話時的降噪有所提升 對了我順手測試了一下 如果拿這個揚聲器來播放Podcast 音量開到最大 那一邊用Nike Plus 記錄跑步的同時 一邊聽30分鐘的Podcast 電量會從43%掉到31% 應該算是噴滿快的 外觀看不出來的新東西 還有增加了水深和水溫的感測器 這點在我原本的Otron上也有 並且可以搭配Oceanic Plus這個App來浮淺 這些是Series就沒有的 不過防水在上一代相同也是50公尺 續航我想是非常非常多人在乎的一點 Series10迎來史上最快的充電速度 官方給的數字是說30分鐘可以充到80% 我實際測試起來 假設早上起床發現忘記充Apple Watch了 電池完全乾掉 那你可以在30分鐘內從0充到57% 從24充到78% 如果醒來發現還有58% 那只要24分鐘就可以充到96% 不知道為何跟官方給的數字似乎有點差距 但反應在我的現實生活 就是至少差不多都可以回到家洗澡前丟去充電 到洗完澡就能撐完追蹤睡眠一整個晚上 醒來之後出門之前丟著再充一下電 也就能撐到晚上回家 目前是還沒有遇過在外面用到電池完全乾掉過 不過老實說比起重量變輕 其實我反而寧願是維持重量 但是續航變長 畢竟Apple Watch的重量差異 雖然是差了一個快20% 但其實也就是10公克 拿來多延長續航或許大部分的使用者會更有感 至於為什麼會從Ultra換回經典款的Series某某系列 原因其實我在Ultra的影片裡面有稍微提過 第一是覺得Ultra雖然是鈦合金 但霧面的處理實在乍看很像鋁合金 我還是比較喜歡拋光的金屬表面 喔不過這次的鋁合金也有拋光的表面了 其次是無論形狀還是顏色 Ultra的表帶相對難搭配很多 以前我戴很久的第一代不鏽鋼 就是什麼表帶都超級適合 新的拋光鈦合金也是 能根據當天穿著或是要去的場合搭配表帶和表面 譬如說這是我這次選的灰石色運動表帶 搭配新的Flux表面就非常有異質感 再來這次前面提到用了10年的紅色運動表帶 搭配鮮豔的表面就非常繽紛 又或是過去兩年來我唯一使用的表帶 也就是當年Ultra搭配的高山表環 看起來也是一點違和感都沒有 搭配銅色系這種巨大數字的表面也很搭 又或是我10年前在淘寶買的真皮表帶 我後來才發現這個表帶之所以這麼好看 原來這是因為這根本就是佩納海風味表帶 搭配加州表面我覺得超級合理 畢竟佩納海也是出過加州表面的款式 或是搭配新的Reflections也很有質感 順便提一下這兩個新表面 不只是畫幾張圖視覺上的全新設計而已 由於新的OLED螢幕更省電 所以Series X在平常沒有刻意把手抬起來的時候 蘋果把螢幕更新的頻率 從一分鐘更新一次 提高到一秒鐘更新一次 也就表示搭配新的兩款表面 總算可以在任何時候都不必刻意抬手 就能看到每一秒的時間在流逝了 這點我是覺得很不錯 否則我發現自己其實有點被Apple Watch制約了 不像以前帶機械錶或是電子錶那樣 想看時間就是直接瞄一下 戴Apple Watch幾年之後 變成想看時間都會有明顯抬起手的動作出現 而這兩款新的表面我也都還算蠻喜歡的 Flux的視覺設計非常大膽 在某些數字的排列組合會出現很炫炮的畫面 偶爾抬起手腕會覺得有點驚喜 Reflections則是會用陀螺儀去根據使用者轉動手腕的動作 計算出對應的模擬金屬閃爍的反射 搭配真皮錶帶看起來真的很有質感 不過可惜的就是這兩者都無法再塞一些其他的功能上去 會變成這樣純粹用來顯示時間 如果希望折中一點 後者是可以設定不要填滿整個畫面 旁邊就可以自己放一些常用的功能了 再來分享一下 如果你也是Ultra使用者 換回Series 10的話會遇到什麼不同? 首先是舒適度 真的是我覺得差異最大的 重量形狀差很多 這方面前面我已經提過 這邊我就不再重複 其次是續航 Ultra的續航真的很強 我有詳細紀錄過出去玩兩天一夜 撐了36個小時還有33% 充電從0到80則需要1個小時 聽起來比Series 10慢很多 但其實一方面是因為Ultra的電池容量本來就比較大 算是很合理啦 這兩點是我覺得日常最有感的差異 其他還有防水深度 Ultra可以高達100公尺 Series 10只有50公尺 而深水潛水的話 Ultra則是40公尺 Series 10只有6公尺 並且只有Ultra特別標明了 適用於高速水傷運動 Ultra獨佔的還有高度計 運作的範圍也更廣 從海拔-500到9000公尺通吃 也就是說爬上世界最高峰 8848的聖無峰也都還是可以運作 一般的Apple Watch則是沒有給出具體的數字 僅第一也是一般Apple Watch沒有的 另外螢幕亮度只有Ultra 2高達3000尼特 Ultra 1代和Series 10都是2000尼特 O3還有一個小小的差異 是Ultra有獨佔的兩款表面 其中一個是我過去兩年最常使用的 現在少了這個資訊豐富的表面有點不習慣 不過我想Series 10就算有 可能也不會這麼搭就是了 所以說Ultra的產品定位算是很清晰的 對於那些真正上山下海的頻率很高的族群來說 有些時候還是只有Ultra能夠升任 所以其實我也很猶豫 到底要不要把帶了兩年的Ultra 1代給賣掉 畢竟無論是外觀還是功能 可以說都是很不一樣的存在 再來提一個讓我覺得不太爽的事 那就是我一直以來都說很喜歡以前的不鏽鋼錶殼 因為很好搭配錶帶 原本以為自然鈦金屬就是取代了以前的不鏽鋼了 沒想到現在其實還是有真正的銀色的鈦金屬 但是是昂貴的愛馬仕款 相對這個愛馬仕銀的款式 或是以前的不鏽鋼 原色鈦金屬其實是帶有一點點金一點點黑的 說真的沒有放在一起的話是不太明顯 而且我對名牌也沒有什麼迷思或是信仰 視覺上的差異也沒有想為了這個更純的銀色多噴兩萬塊 所以是覺得有點可惜 其實睡眠追蹤方面還有一個新功能 是可以偵測睡眠時的呼吸中指 這個台灣還沒有開放 所以我還沒有試過 不過這功能未來是Ultra 2和Series 9更新之後也會有的 應該可以期待一下 回到開頭 原本以為這代會有什麼重大的改變 但我想這可能也就表示 這個產品已經趨於成熟 除非也有什麼重大的技術突破 譬如說電池變成可能七天半個月才需要充一次電 又或是有什麼神奇的方法 能從手腕上測量血壓血糖之類的 否則可以預測最近三五年Apple Watch的改變幅度 也就差不多是這樣 至少依照慣例 外型就要三年才會改一次 所以我個人也就是把Apple Watch當作一個 日常可以長遠穩定收集身體資料的工具 譬如隨時告訴你身邊的環境噪音是否太大 有沒有不正常的心跳起伏 又或是提醒吃藥等功能 至於日常使用的話 新的Series 10我這兩週用下來 對於叫出Series幫我開電子鎖的反應 是有明顯感覺變快的 開門 原本我覺得Ultra已經很順很快了 沒想到還能有升級的感覺 其次大概就是找回了出門前搭配表帶和表面的樂趣 完成 還有我原本用了10年的充電座又可以繼續沿用了 原本Ultra太肥塞進去會很醜 購買建議 如果你現在手上的Apple Watch是Series 5、6或是更早的1234 別說不可能 我身邊還真的有朋友是從第一代換上來的 10年換一次Apple Watch 厲害了吧 我自己的一代如果換個電池其實也應該還是好的 總之和Series 6比起來的話 新的Apple Watch亮度更高也更低 多了手腕溫度追蹤 有快充可以浮淺 可以跌倒和車禍偵測 處理器速度也快非常多 換新的Apple Watch 會是一個超級有感的升級 Series 7 8的話 應該屬於也會升級有感 但幅度小一點點 至於上一代的Series 9 撇除快充外型重量的話 就會比較無感 建議可以來直上鈦金屬版本 一直以來我都是真心推薦以前的不鏽鋼 或是現在的鈦金屬 乍看和鋁合金的形狀根本一樣 但是戴在手上 真的質感是大不同的 尤其表面是藍寶石玻璃 整支都非常耐用 日常使用螢幕是幾乎不可能出現刮痕的 我這裸奔了10年的第一代螢幕 一條刮痕都沒有 強力推薦泰金屬款 當然Ultra也是泰金屬的 如果喜歡超強的續航和極致野蠻的外型 那今年的Ultra 2有多了深色的版本 更是MAN到了極點 如果拍過Ultra的詳細開箱和介紹 有興趣的話也歡迎去看看 喔對了 露了一個Ultra和新的Series 10的共同之處 那就是在有閒購物上都可以買到 前面介紹了一大堆優惠券 也都是可以套用的 還能同時享有分歧領利率 大大減輕的購物壓力 或是搜尋一下Apple Watch 也就會跳出各種大量的周邊 有需要的話 一定要到有閒購物去逛逛 點過去看一看 或是買點自己需要的東西 都會對我繼續拍下去有非常大的幫助 再次感謝有閒購物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也有合作iPhone 16 Pro 和Pro Max的開箱和詳細介紹 記得回來看看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COM